加以阿里山浮美吊橋旁的 景觀平台金船斷裂意外 當時站在上面的五個人全部衰落 造成了一個人死亡 四個人受傷的慘距 而讓受害者跟家屬 最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當初檢測吊橋及木栽道的時候 只有用木飾的方法來判斷 這個木頭有沒有腐朽 家屬悲痛之餘 要求補陪 痛到娃娃大叫 苗栗縣44名退休教師 及家眷到阿里山旅遊 沒想到近兩層樓高的木栈道 發生了斷裂意外 當時在橋上的五個人 全都掉了下來 其中77歲的六姓富人 頭部重傷 送醫不治 嚇壞了目擊者 嚇一跳了 要造一個團體下 然後就過去這個 踏的這個破橋的地方 然後站好準備要造的時候 突然間就垮下去了 事發就在13號下午4點多 浮美吊橋旁的景觀台 木板瞬間下垮 88瘋災後 以紅石智慧善款 興建的浮美吊橋 是全台最長的吊床式吊橋 只是令受害者及家屬 無法接受的是 今年8月 因為護欄高度不符合標準 以及釘子裸露等問題 預計要在這幾天開始施工 而此次斷裂的木棧板 竟然只是用木式的方式來檢查 沒有看出木頭可能有腐朽 也沒有限制登上平台的遊客人數 讓家屬悲痛質疑 這樣的檢測方式到底有沒有用 都是用木式的 因為外表都內部看不出來 為了避免傳出類似意外 已經封閉全山區的吊橋 進行全面檢視 雖然嘉義縣府提供傷者2萬 以及死者10萬元的慰問金 但家屬表示不排除會申請國賠 要讓政府有所警惕類似的意外 不要再發生 記得蔡從吳嘉義財貿易報道